这两只鸽子都上了树 你不听我的 我还顺着完了 是我妈有的鸽子 挺平滑的 我现在不会飞死了 你看 飞到一会儿回来 他怎么带着一窝 你不让我摸了 马上我面子烤鱼 我说他说 是不是喂的吃的 来来来 大哥 给你面子快 上我身上来快 哥哥 哥哥 老妈都摸了 我妈能抓他 我抓不到他 人家都不认识你 你就适合抓皮屁 哥哥 你心里有帮个咬你 发现今天好像站在这上面一天了 上午的时候就在这上面站着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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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浪费米 到了不到米都不下来 哥哥 哥哥哥 鸽子吃什么了 糊啊玉米啊都可以 别放了浪费米 不给你面子 那他往来 他往来挖毛 站在上面纹丝不动 你就是个玩皮皮 哟不放出来 他这个人闲得没事 欺负人家俩只鸽子 飞了 又飞回来了 飞了一圈还是飞到这儿来了 这石头这家伙浪费 你看把米倒在这上面 就死家伙 咕咕 把野鸽子在叫 咕咕 咕咕 那天会被别人野鸽子给拨跑的 就怕他进你肚子 飞到这边 找了问题 你激动个屁 你激动 激动啥 老是呆的 鸽子看我妈能叫下来不 我们是叫不下来 啥了不够 拿棍子可以 拿棍子它会下来 拿棍子 你又帮着手机 刚刚下了一下雨 这两个鸽子跑到这上面去了 就是不进窝 飞在这上面 找了大半天 把这下雨了 跑哪去了 我窝在这里 这刚晴着了 突然间就下雨了 这个天的 噢 这边天下大了 毛毛雨 毛着毛着 变成这么大的雨了 这个天就没有好好地晴过几天 一会儿晴一会儿下了 不快晓了 感谢观看